已經過去式了嘛 那有時候我跟一些小朋友在講的話 我是跟他們說其實我們本身就是現在的團體 因為現在的教練都是學校都是很注重我們的守規矩 團體生活規矩 那以前我們可能就是打棒球打完就回去了 因為現在學校在組一個棒球就是要有宿舍 他們都團體生活就是有一些教練來一直在那邊管束他們 還有講一些最主要是要怎麼樣去不僅是打棒球而已 我們要怎麼樣去遵守 遵守因為比賽棒球是一個團體生活嘛 我們一定要遵守還有團隊的精神 所以這種觀念一直灌輸的話我想他們一定會走得很好